作为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的主任 我想再次强调 对澳方肆意抹黑中国 企图通过媒体操作向世界遗产委员会施压 干扰世界遗产委员会做出客观公正决定的做法 中方坚决反对 列路并为世界遗产名录的建议 是由世界遗产委员会自然遗产领域专业咨询机构 就是世界自然保护联盟 根据澳方自己提供的报告和数据 开展独立研究之后提出的专业评估意见 对此世界遗产中心和世界自然保护联盟都已经做过澄清 澳大利亚作为世界遗产委员会的委员国 都应该知道这一情况 应该重视专业评估机构的意见 认真做好世界遗产的保护工作 而不是毫无根据的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专业评估机构 进行无端的指责 本届世界遗产大会将审议大保交的保护状况 作为大会的主席 我相信各委员国会根据专业咨询机构的评估意见 基于公约精神 科学态度和会议规则 进行讨论并做出决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